伴随着低沉苍凉的吉他声 一辆卡车缓缓驶入镜头 车前灯刺破黎明的陈雾 为这片苍茫大地带来了一丝不同寻常的生机 这便是影片断背山的开头 没有炫技的镜头与悬念 唯有曲折延绵的远山 如世外桃源般天高云阔的大自然 映入观众的眼帘 满目精密的绿意之下 殊不知一段跨越了二十余年的禁忌爱恋 就此拉开了序幕 这种冷静克制又暗含阴郁的镜头表达 一向是导演李安的个人特色 而在他的代表作断背山中 同性之爱的题材禁忌感 更是加重了含蓄悲凉的情绪基调 随着剧情推进 就如一股涌动的溪流 缓缓躺进了每个人的心间 留下经久不散的余韵 天色转明 蓝天白云驱散了阴霾 却难以抹去1963年 美国社会的动荡不安 年轻人难逆出路 只能到处打工 勉强维持生计 恩尼斯便也是其中一员 清贫的家境赋予了他沉默寡言的性格 他始终低垂着头 背靠在房车上抽烟 静静等待着雇主 给予他一份牧羊的工作 但凝质的气氛并没有持续多久 很快就被一辆呼啸而来的黑色皮卡打断了 车上跳下了一个通身牛仔装的男人 比起恩尼斯的内敛沉默 这位名叫杰克的男人 似乎在性格上要更加契合西部牛仔 热情洋溢风火火的特质 他倚在车上 目光毫不避讳地 打亮着面前素未蒙面的陌生人 而恩尼斯却只是低下头 悄然回避着 这来自他者赤裸裸的注视与目光 就仿若一个无声的衬言 预示着两个男人此后 二十年的情爱纠葛 杰克始终是主动索取的一方 少年热烈的爱 就犹如初见时兴致盎然的眼波流转 此后余生都再也没有离开过恩尼斯 但恩尼斯却是被动的一方 他压抑回避着 永远将真实的自我 掩藏在宽大的冒岩之下 最终只剩下挫奸而过的终身遗憾 杰克和恩尼斯在外面等待了辩客 终于见到了趾高气昂 态度恶劣的雇主乔 乔显然无心与他们周旋 他的目的只是雇佣两个廉价劳动力 为他看管山上的羊群而已 于是他快速向二人交代了 放牧工作的注意事项后 便将两人潜散了 两个性格各异的年轻人 注定要一同度过这个不慎平凡的夏天 他们在尴尬之中互通了姓名 又一起来到了酒吧喝酒聊天 静悄悄的酒馆 两瓶啤酒 让两人渐渐敞开了各自的心扉 杰克主动向恩尼斯说起了自己的经历 原来他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放牧了 虽然去年他因为看管羊群不利 被雇主骂得狗血淋头 但他还是情愿远离家庭 再次来到这里干活 只因他有一个挑剔而严厉的父亲 让他无法忍受 比起杰克的坦诚相待 恩尼斯却在谈论起自己的家庭情况时 有所保留 只说起自己的父母是因一场车祸而死 家里的牧场也因此被银行没收了 而他则是在哥哥姐姐的照顾下 艰难长大的 虽然只有寥寥的直言片语 却能从中拼凑出恩尼斯坎克悲惨的身世 他是一个尘世之中的弃儿 如无根的落叶一般飘零孤独 终其一生都在寻找既定的归宿 多传的境遇使他压抑又敏感 也注定了他无法直面自己的内心 而其实他一直在找寻的命运归处 早已在不知觉中就展露在他眼前 正是那座山高水清的断背山 浩浩荡荡上山的白色羊群 苍翠茂密的树林 无不仗示着一种来自大自然的原始力量 出发之前 杰克骑在一匹活蹦乱跳的马上来回转圈 恩尼斯看到后无不忧虑地提醒他 马屁容易受惊 但杰克反而自信满满地表示 还没有此马能把他从马背上掀下来 恩尼斯听后无奈地看了他一眼 便不再说话了 眼前这匹无法控制的马 其实恰恰隐喻着两人不受控制 难以驾驭的人生与爱情 而他们也将对此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 令人心旷神医的大自然 还是短暂使两人告别了俗世烦扰 返回了最原始的自然 他们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只与羊群作伴 但很快 这种机械寂寥的生活 就是杰克和恩尼斯 都不约而同地感知到了一种 油然而生的孤独感 夜幕降临 杰克孤独地抽着烟 烟雾缭绕中 他凝视着黑夜中露营地里那一抹 微弱摇曳的火光 眼神微微闪动 仿佛他看到的不仅仅是恩尼斯 在山下点燃的篝火 而是一束足以疗愈他 孤寂内心的希望之光 就这样 一股难以名状的情愫 慢慢在心间滋生出来 逐渐弥漫在人际罕至的青山绿水间 连接了两人的内心 或许正是察觉到了这份 不受约束的微妙情感 从不主动弹露心扉的恩尼斯 罕见地向杰克 谈起了自己将要与未婚妻 阿尔玛结婚的消息 似乎是想要急于自证些什么 但杰克却没有结查 而是独自骑上了马背 又挽起了斗牛 马儿再度不受控制地转起圈来 暴躁的马斯声 使得空气都生腾起一种 压抑不安的紧张感 坐在马背上的杰克 快速瞥了恩尼斯一眼 却发现 恩尼斯也正在凝视着他 这一眼对视 没有任何语言的流动 却又好像无声胜有声 又是再普通不过的一日 杰克临走时特意告诉恩尼斯 自己已经吃腻了豆子 负责联络食物输送人的恩尼斯 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默默在清单上添了一笔汤料 不知何时起 他们之间早已建立起了这样的默契 恩尼斯虽然拐言少语 却总是扮演着那个 细心照顾杰克的角色 恩尼斯带着食物返回营地 但意外也随之降临 一头暴躁的黑熊 突然从林间窜了出来 恩尼斯的骡子和马受惊奔跑 食物洒落一地 恩尼斯一路追踪 却还是一无所获 直到天黑 才狼狈不堪地回到营地 杰克不满恩尼斯的晚归 竟饿得眼冒金星 恩尼斯似乎也心生闷气 只是一言不发地从他眼前走过 独自坐到了篝火前 看到恩尼斯额角淋漓的鲜血 杰克这才意识到 恩尼斯可能是遭遇了险情 极切忧心地抽下自己 细在脖颈的手帕 要给恩尼斯擦拭 这是全影片中 两人第一次肢体上的接触 杰克主动向恩尼斯 伸出了自己的手 微弱的火光映照在他的眼底 赤红而鲜火 火蛇异动着 象征着他紧张 一股暧昧的气氛萦绕着两人 恩尼斯最终还是侧过头回避了 他主动转移话题 说起事物短缺 他们必须寻找别的方法来弥补 杰克则提出 他们可以宰杀一只羊来吃 但这项提议最终还是被恩尼斯拒绝了 恩尼斯害怕这样做会被乔发现 杰克不满于他的怯懦 坚持要打猎来填富 李安在这里 用了一个再细小琐碎不过的情节 来刻画两位主人公性格上的不同 恩尼斯莫守成规 他十分在意世俗的目光 哪怕是猎羊这样的小事 他也不敢跨越边界清晰的红线 反观杰克就明显大胆的多 在他眼里 所谓的伦理 世俗观念 都远远及不上自身感受来的重要 他要做的事就一定得做到 两人的争执 最终还是以一种平衡的方式解决了 恩尼斯以精湛的枪击 列中了一头迷路 杰克见状开心的在旁手舞足蹈 两人欢笑打闹着 在夜晚的火堆边一起大快朵一 第二天 性格茅躁的杰克又一次抱怨起 与羊群共眠的疲惫 细心的恩尼斯见他如此不满 便主动提出 愿意与他换宫 虽然杰克一再提醒他 这个决定肯定会让他吃尽苦头 甚至晚上都没有叫睡 但恩尼斯还是不知可否 沉默着上了山 他用无声的行动包容着杰克的小脾气 而这恰恰也构成了两人之后 二十余年的相处模式 恩尼斯的无限包容 让杰克心生涟漪 两个男人之间 涌动着的那股隐忍情愫 在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间 在曾鸾叠仗的断背山上 慢慢地呼之欲出 当恩尼斯大大咧咧地脱下鞋袜 光裸着身子 在小河边擦洗身体时 杰克在一旁叼着烟头 用手中匕首 小心地削着土豆皮 演员的细微表演 被李安的镜头敏锐地捕捉到了 他的睫毛不住地上下颤抖着 虽然未曾转眸看一眼身后赤身裸体的恩尼斯 也不曾有过言语上的明示 却能明显地看出 他是在极力克制着内心的翻江倒海 用几乎冷漠的方式 压抑着心底最深处的情感 但是 在这个充斥着理性和道德约束的时间 却有一样东西 永远是无法人为控制的 那就是 两颗心不自觉地靠近于依偎 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最原始的链接 尤其是在寂寥无人的大自然中 一种来源于原始的力量 在急切地呼唤着他们 迫使他们在奔流的山间溪流中 照应自我的倒影 最终直面自我 这种对自我的呼唤与找寻 让恩尼斯和杰克 有了更进一步的心灵交流 恩尼斯不解于杰克 为何如何热衷于牛仔比赛 在他看来 这种在牛背上停留8秒的比赛十分无聊 不过是场比拼蛮力的游戏 顺着这个话头 杰克坦然地说起了自己的父亲 原来 他的父亲曾经是个著名的斗牛士 但面对儿子 他却从来没有教过他什么斗牛技巧 也从来不去看他的比赛 长期的不被认可 和强势的父权压制 让杰克缺失了对父亲的认同 他就如同一头受伤的小寿司的 和恩尼斯诉说着自己受伤的经历 而恩尼斯似乎也受到了杰克的感染 他终于不再回避家庭给他童年带来的隐痛 反而主动打开了话匣子 他说起父母去世后 自己被哥哥姐姐带大的经历 成长好像是一个人的孤独修行 随着年岁渐增 就会不断地面临各种离别 直到最后变得截然一身 独自面对艰难困苦的生活 恩尼斯便是如此 哥哥姐姐随着岁月流逝 逐渐有了自己的家庭 而他却只能驻足原地 眼睁睁地目睹着他们离去 然后又回归到一个人漂泊无一的生活 杰克看着满脸落幕的恩尼斯 用他一贯搞怪的方式 化解了他郁闷的心许 夕阳西下 两个各怀心事的年轻人相视一笑 他们在这一刻 好像产生了某种心灵深处的共鸣 恩尼斯自嘲 他把一年的话都在这一天里说尽了 他活到现在 从未如此的畅快淋漓过 但是再多的欢声笑语 其实都难以掩埋笑声底下所存在的阴霾 摇摇欲坠 并不稳固的帐篷 反复提起的那批不受控制的母马 都无处不在预示着 生活潜流中暗暗酝酿着的风暴 终有一天会骤然降临 使生活坍塌成一片狼藉的废墟 让身处其间的人们成为无法挣脱的困兽 就如恩尼斯提起的 他的父亲的套神 那意味着一种强有力的束缚 是命运给他们二人套上了枷锁 令他们终身都难以摆脱 夜晚很快到来 风暴也随时降临了 恩尼斯和杰克酒醉之后 各自准备入睡 恩尼斯本来打算小些片刻 便下山去看守羊群 但他终是耐不住帐篷外的呼啸冷风 在外面冻得瑟瑟发抖 听到声响的杰克 主动招呼他进帐篷休息 恩尼斯便裹着毯子 跌跌撞撞地走进了帐篷 却殊不知 这竟然成为了之后一切悲剧的开端 黑暗的帐篷 酒醉依偎的两人 暧昧的情愫不可抑制地流动 主动的杰克伸出了手 而这恰恰给了压抑中的恩尼斯 一个脱轨的出口 两个青年间隐忍 却又炽热的爱意来势汹汹 理智再也无法压制 这种人性最本出的欲望 因此便在深夜寒冷彻骨的北风中 化为了最热烈急切的缠绵 可随着夜晚消散 白日来临 理性势必会再度随着清明的光线返回人间 起床后 恩尼斯无法指示两人昨晚发生了一切 这种脱轨的爱情 让他感到心里一阵慌乱 因此面对杰克热情的招呼 他也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夜 便逃脱似地转身 策马离去了 他急匆匆地找到了被抛下一整晚的羊群 但不幸的是 正是因为他昨晚的放纵 让一只羊遭到了狼的毒手 本来洁白圣洁的皮毛 被咬得鲜血淋漓 开膛破度地躺在山坡上 里面的内脏早已被野狼挖空了 看着死羊孤零零的样子 恩尼斯不禁皱起了眉头 这时 天空也忽然变得晦暗起来 凉风皱起的夏日 令人感到没有来的寒凉 恩尼斯似乎在此刻 预感到了自己与杰克的宿命 他们的恋情其实就像这只死羊 在未来的某一瞬间 终究会被外界无情地吞噬 到最后 什么宝贵的东西都无法剩下 带着这种悲凉纠结的情绪 恩尼斯回到了营地 静静地坐在了杰克身边 他们一起放眼看着 阴云密布的天际 沉没着 似乎都在等待着对方开口 明明前一夜还坦诚相待的两人 此时却变得言不由衷起来 最终还是恩尼斯先开了口 他表示 昨晚的一切都只是冲动使然 他希望杰克能够不要当人 并且主动为自己辩驳 声称他并不是同性恋者 被冒犯了的杰克 脸上神情郁郁 他显然不满恩尼斯的抗拒与回避 但他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有些负气似的回答道 我也不是 但恩尼斯对两人情感的极力否认 终究还是无法浇灭他 心中那树已经被点燃的火苗 就如同他眼前熊熊燃烧着的烈焰 即使寒风再大 也依旧热烈吞吐着火蛇 以抵御被寒风侵袭的命运 恩尼斯搓着手 悄悄斜眼看向帐篷里的男人 他还是妥协了 脱下头上的牛仔帽 一步一步 紧张又颤抖着走向了帐篷 与帐篷外的阴郁黑暗完全不同 帐篷内暖意融融 被昏黄烛光称得无比温馨 杰克赤裸着上半身 躺在帐篷里 以最坦诚的模样 艰难了声色的恩尼斯 在杰克连声的安慰中 恩尼斯终于也放下了一切戒备 埋头沉陷进了杰克的怀抱中 他们依偎着躺下 在缠绵和温存中 认定了彼此的心意 断背山上 赤着上半身的少年嬉戏打闹 仿佛浩大天地间 只剩下了他们两人 即使渺小如一粒宿米 他们也毫不在乎 因为此时此刻的纵情欢愉 就足以使他们呈现一生 但是他们殊不知 雇主乔通过望远镜 窥迫了他们缠绵禁忌的恋情 他微眯着眼 彰显出了他 对这段不伦之恋的轻蔑态度 于是很快 他便骑着马 给杰克捎来了家里的口信 他叔叔得了肺炎 需要杰克立刻下山回家探望 乔居高临下 咄咄逼人地坐在马背上 以严厉的姿态驱逐着杰克 又抬起手用望远镜 看着不远处羊间的恩尼斯 杰克从他的动作中 提取到了警告的信息 他也看了眼远处的恩尼斯 眼神变得复杂起来 似乎是预感到 两人的离别僵致 果不其然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冰雹 使得事态急转直下 恩尼斯被迫留在了营地 第二天他们却发现 羊群与另一对支离羊群混合了 根本无法通过标记区分开来 此处的羊 其实正隐喻着杰克和恩尼斯 羊本身并没有什么区分 视人为才使其被迫落上了标志 同性之爱 不过只是普通爱情的一个面向 却被世俗目光 划分成不被社会接纳的一类 随着无法控制的形象变化 杰克和恩尼斯的放牧生活 也被迫面临终止 杰克一边拆着帐篷 一边向恩尼斯转达了乔的意思 虽然只是八有中旬 但乔却让他们赶紧把羊赶下山去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 恩尼斯一反常态 不再隐忍 反而满口发着牢骚 杰克却查克打混 想用一贯的巧皮话 来化解分别的悲伤 他还提到 如果恩尼斯缺闲话 等他们下了山 他会借给他 恩尼斯却不领他的情 嘴里骂着脏话 转身走了 恩尼斯其实知道 一旦走出这座断背山 他就必须得重返残酷的现实生活了 他不能像无所畏惧的杰克一样 随心所欲 而是得从这场 旷日十九的爱情幻梦里走出来 迈入婚姻 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上 但人身上刻下的印记 又怎能随意淡忘呢 恩尼斯闷闷不乐地坐在山头 心里满是离别的愁绪 但偏偏 杰克没看出他的郁闷 还用套马绳 玩笑似地套住了恩尼斯的双脚 在杰克的刺激下 恩尼斯压抑已久的痛苦情绪 一瞬间被激发而出 他咆哮着与杰克扭打 缠斗在一起 直至被杰克一拳捶上脸颊 鼻子中躺出淋漓的鲜血 弄脏了两人的衬衫 殷红的血迹 宛如无法被洗去的污点 暗示着他们两人缠绵翡翠的爱情 终将以血的代价作为终结 杰群终于还是被赶下了山 雇主乔看出杰群中混入了异类 以轻蔑的语气 对二人下了命运的判决 他用代表着社会力量的口吻 不客气地将二人称为流浪汉 并宣称 杰克和恩尼斯这样的人 就像混入羊群的异类 未来不会有什么大作为 浑浑噩噩噩就此一生 恩尼斯和杰克回到了出狱的房车前 恩尼斯收拾东西时 却发现自己将那件沾染血迹的衬衫 留在了断背山上 杰克听到这话后眼神闪躲 其实在恩尼斯不曾知道的时候 他早就悄悄地 把那件象征着他俩爱情的衬衫收藏了起来 只是此时的他们都尚不知情 这件染血的衬衫 将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 成为让他们都痛彻心扉的爱情信物 杰克顾左右而言他 问起恩尼斯 来年夏天还会不会再来断背山上做工 恩尼斯委婉地拒绝了 他说自己马沙要和阿尔玛步入婚姻的殿堂 杰克明显神情有些悲伤 但他还是隐忍地告诉恩尼斯 自己明年还会回来的 只要军队不收他 他似乎在心里坚信 两人必会再次相见的 但他不知道的是 身后的断背山已经回不去了 将永远永远地停留在他的记忆深处 只剩下漫长的追忆和等待 两人简单地告别后 便各自离去了 缓慢驶离的汽车上 杰克仍然像初次见面时那样 通过一方小小的后视镜 注视着渐行渐远的恩尼斯 而恩尼斯表面看上去若无其事 平淡又渐末 实际却在杰克开车远离后 走进了一条逼色的小巷 他跪伏在墙角 心中离别的不舍与绝望 终于换化为无处宣泄的强烈情绪 他用力锤打着墙壁 弯腰大声痛哭起来 他此时也有了预感 这一别或许他将永失所爱 但他除了用暴力发泄心中的郁闷与不舍之外 并没有别的选择了 此后的日子 似乎又回归了原该有的瓶颈 恩尼斯与未婚妻阿尔玛如妻举行了婚礼 他们在神父的见证下 一意吻永结夫妻之情 白雪矮矮的山上 他们一起滑雪 恩尼斯爱抚着妻子的脸颊 笑得无比的开心 似乎断背山上那场暴风雪 早已被他抛出脑后了 而另一边的杰克 却兑现了他许下的诺言 他再次回到了断背山下 杰克向乔打听起恩尼斯的消息 却被乔无情戳破 他们的隐秘恋情早已暴露 因此他也不打算再雇佣他们 乔的蔑视让杰克感到丧气 他只能离开了断背山 黑色皮卡车驶过漫山遍野的绿翼 恰好被正在晾衣服的阿尔玛收入眼底 杰克就好像个不速之客 终将闯入阿尔玛 波澜不惊的生活 恩尼斯和阿尔玛相伴度过了四年的婚姻生活 两人也有了爱的结晶 但琐碎繁复的家庭生活 却隐隐酝酿着危机 阿尔玛一心想要离开冷清的牧场 搬去城镇居住 但恩尼斯却觉得城里房租太鬼 虽然他最终还是在阿尔玛的主动讨好下妥协了 但两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已经渐显出行 哪怕是在亲密接触时 恩尼斯也明显是压抑而隐忍的 他伸手把灯关了 毫不客气地翻过了阿尔玛的身体 似乎并不愿望看见妻子 这暗示着他的内心早已脱轨 只能在漆黑一片中去履行丈夫的职责 从而完成向社会道德屈服的过程 斗牛比赛后的啤酒馆里 他主动邀请帮助过他的小丑一起喝酒 却被小丑用隐晦的语言 再次戳破了同性恋者的身份 处处碰壁的杰克 感受到了社会对他的莫大敌 只能垂头丧气地转身离去 逃离这个喧嚣又人满为患的酒馆 而另一边 恩尼斯和阿尔玛带着孩子去观看焰火表演 却被两个罪汉用晦语侮辱 恩尼斯似乎被戳中了隐秘的心事 竟一下子勃然大怒 全然不顾妻子阿尔玛的软声劝解 用拳头狠狠地揍上了罪汉的脸 这其实是一次压抑中的爆发 就像他当年离开断贝山时那样 除了用暴力发泄心中的压抑情绪之外 别无他法 杰克和恩尼斯似乎同时意识到 他们从未忘记过在断贝山上的那段回应 即使不曾见面 事隔多年 但那断贝山的风雪 豆子关头的香气 随风摇曳的火光 都扔在他们心底慢慢生根发芽 最终会使他们落入万丈深渊 他们必须及时遏制错误的方向 让生活尽快回到珍贵 很快 杰克就获得了一次矫正人生的机会 不断混迹于斗牛比赛的他 被富家千金洛林看中了 两人在赛后的酒馆里共舞 随即干柴烈火 在夜晚的车内 一向在感情里处于主动地位的杰克 望着热情似火 美貌无比的洛林 眼神却闪出了一瞬的挣扎与凝重 当洛林问起 是否会觉得他们的关系进展太快的时候 杰克意味深长地回答 快骂无所谓 方向对就行 所谓的方向对 其实就是对于社会规训的屈从 杰克和恩尼斯都尝试着隐藏起真实的自我 让自身回归到一名 普通美国男性应该走的人生轨迹 于是 杰克火速和洛林步入了婚姻 他也因此摆脱了清平生活的窘迫 有了风光无限的身份 高级的医院病房内 杰克和洛林的儿子出生了 美丽的洛林抱着婴儿 微笑着逗弄他 而一旁的洛林父母也激动不已地 看着洛林怀中的外孙 根本无闻在意 门口默默站着的杰克 洛林的父亲轻蔑地喊他 牛仔 粗鲁地扔去了车钥匙 命令他为自己去取东西 杰克落寞地看着眼前温馨的场景 只能忍耐下一切不满的情绪 另一边 恩尼斯和阿尔玛的婚姻 也脱去了新婚时的激情甜蜜 变得机灵苟碎 争吵不断 恩尼斯因为害怕丢掉工作 将两个孩子直接扔给了超市打工的阿尔玛 孩子们玩闹时 不慎打翻了商店的罐头 将地面弄得狼狈不堪 虽然超市老板门罗并不责怪阿尔玛 但阿尔玛却满心抱歉 这满地的碎屑和食物 仿佛隐喻着他与恩尼斯爬满狮子的婚姻 只剩下令人糟心的一地狼奇 恩尼斯工作结束回到家 贝阿尔玛提醒 有一名叫杰克的人给他寄来了一张明信片 恩尼斯拿起信件 就看到明信片的封面上印着断背山的照片 杰克声称 自己不日将要路过恩尼斯的住处 想与他见上一面 过往的记忆如洪水奔流 上时间涌入了他的脑海 他的嘴角轻轻勾起 敷衍地回应着阿尔玛的问询 便激动地离开了家 来到邮局 照着杰克的地址寄回了一张明信片 上面写着 就此约定 平静无波的生活 终于因为一张明信片的到来而起了波澜 恩尼斯请了一整天的假 穿上了他最整洁的衬衣 胶着地坐在窗口 等待着那辆熟悉的黑色皮卡映入眼帘 阿尔玛看着恩尼斯坐立不安的样子 心里感到有些奇怪 问起师傅要带这位叫杰克的老友去餐厅吃饭 恩尼斯拒绝了 他下意识地道出了杰克的癖好 他并不喜欢去餐馆 他们或许晚上会去酒吧喝酒 然后不醉不归 阿尔玛一个人哄着孩子们在房间里来来往往 恩尼斯却一直置身室外 手撑着头在沙发上睡了过去 直到窗外响起了汽车引擎声 恩尼斯才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他走到窗口向下看去 终于看到了一个令他魂牵梦绕的熟悉身影 为等阿尔玛问起 恩尼斯早已急不可耐 大不留心下了楼 两人久别重逢 激动地相拥在一起 好像这一时刻时光倒流 又回溯到了断背山上那些孤独清击 却又自由自在的日子 偌大天地 浩渺无边 但两人的深浓爱意 好像足以洞穿一切 恩尼斯一反常态 表现出了难得的主动 他紧紧攒住杰克的衬衫领口 给了他一个热烈缠绵的吻 但偏偏这时 阿尔玛推开楼上的窗户 他一眼就看到了 激情热吻的恩尼斯与杰克 宛如受到了晴天霹雳 他却只能呆呆地愣在原地 恩尼斯沉浸在与杰克重逢的 巨大喜业中 丝毫没有注意到妻子的变化 他带杰克回了家 两人滔滔不绝各自说起了自己的孩子与妻子 阿尔玛故作正经 却在恩尼斯道出 要与杰克彻翼喝酒的时候追了上去 恳请恩尼斯帮自己带包烟回来 但恩尼斯却没有领悟到妻子的挽留 只是告诉他 自己的衬衫口袋里有烟 恩尼斯闭门离去 阿尔玛怅然若失地转过身 终于忍耐不住痛苦 滴滴啜泣起起来 一个被深深伤害的无辜女性 在此被李安刻画得淋漓尽致 夜色蕴浓 街边安静无声 似乎这座城市里的所有人 都已进入香甜的梦乡 只有一家汽车旅馆里 仍然传来耳病思摩的窃窃私语 杰克和恩尼斯缠绵过后 相互围着靠在床头 杰克感叹道 离他们在断背山下告别 竟然已经过去了四年 两人面色唏嘘 彼此谈论起这些年的境遇与生活 杰克还是一如既往的坦诚和热情 他主动告诉恩尼斯 这些年他很怀念断背山上的日子 为了见恩尼斯一面 他是马不停蹄地赶过来的 并问起了恩尼斯 是否也怀揣着同样的心情 恩尼斯似乎仍然是当年那个内敛含蓄 不懂如何表达内心的沉默男孩 他只是吸了口烟 含混地说自己也不知道 畸形退去之后 要面临的还是残酷的现实 当杰克问起他们的未来时 恩尼斯沉默了片刻 低沉地说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继续各自谋生 言外之意 是这段隐秘 不为人所接受的不伦之恋 他们只能永远将他们维系在不见光的地方 撞破了恩尼斯和杰克恋情的阿尔玛彻夜未眠 他神情抑郁地坐在餐桌边 终于等来了回家的恩尼斯 但恩尼斯却无暇与他解释什么 只是快步走进房间 说自己要和杰克去山上待几天 阿尔玛追随脚步匆匆 收拾东西的恩尼斯 企图用各种理由阻止他离家 但无论他如何阻拦 似乎都无法抵挡住恩尼斯决绝离开的背影 恩尼斯走了 阿尔玛抱着孩子 痛哭失声 因为他此刻预感到 自己的婚姻终将走向万劫不复的境地 他和孩子不过是世俗给恩尼斯的牵绊 或许终有那么一天 他会抛弃他们 选择另一种全新的生活 车子悠然驶过绵延的山路 一路向上 眼前出现了巍峨的雪山 翠绿的树林 微微拂过面霞的清风 诉说着大自然反普归真的终极魅力 仿佛能够一扫凡俗生活里种种的郁闷不乐 时隔四年 恩尼斯和杰克终于如愿 回到了他们心心念念的段贝山 高耸的悬崖峭壁上 他们赤身裸体 放声大笑着 纵身跃入了清澈的激流之中 仿佛抛下了所有束缚着他们的牵累 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 他们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身份 终于在此刻 自由自在地做会了自己 夜晚 在摇曳的火堆边 他们一如曾经的样子 仰望星空 促膝常谈 恩尼斯感谢上天 让他们又回归了昔日最美好的时刻 杰克听后 眼神闪烁 道出了自己对未来的打算 他希望能和恩尼斯找个小农庄 避开城市的眼光 做些牛犊子的生意 让他们的关系 能够在宁静中 永永远远地持续下去 但恩尼斯却直言 这样的生活是行不通的 因为他们都已经有了家庭 有了孩子 不再是能够任性的年纪 看着杰克神情落寞的样子 恩尼斯终于道出了自己心里最深的恐惧 原来在他小的时候 曾经亲眼目睹过家乡农庄里 住着的两个男人被用敲棍打死 并扯碎了银囊 恩尼斯的父亲 逼迫他和他的哥哥看着这一切 这几乎成了恩尼斯童年挥之不去的噩梦 每每想起 他都觉得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可能就是他的父亲 童年的阴影将持续一声 恩尼斯由此认为 两个男人想要避开世俗 永远生活在一起 显然是不现实的 与其去改变既定的现实 不如忍耐 偶尔还能聚在一起 享受隐秘的甜蜜 杰克听后只能无奈地伸出手 轻轻地揉了揉恩尼斯的耳垂 他最终还是吐血了 从断贝山回来 生活还在继续 只是已经面目全非 恩尼斯和阿尔玛逐渐离心 阿尔玛虽然不曾戳破 恩尼斯和杰克的关系 但日积夜累的失望 让他慢慢变得不再温柔顺从 他不想再为了家庭和丈夫 妥协自己的事业 而杰克这头也同样不容乐观 随着洛林在职场越来越强势 杰克的存在更加可有可无 彻底成了岳父母眼里的跳梁小丑 杰克和恩尼斯 疲于应付着生活里种种足以压垮 他们的不如意 唯一能将这些烦恼 抛在脑后的方式 便是断贝山的约会 妻子阿尔玛似乎也早已对此习以为常 只是语气冷静地提醒将要出门的恩尼斯 他忘了拿钓鱼工具 恩尼斯如气而至 与杰克相识一笑 他们经历了长途跋涉 终于能在山间里暂时相拥 但短暂的重逢 并不足以抵挡 两人在现实生活里遭受的挫折 艰难而清平的生活 让恩尼斯和阿尔玛渐行渐远 阿尔玛似乎早就受够了 这套伪装夫妻情深的戏码 他对恩尼斯的不满和怨恨逐年递增 两人的婚姻也终于亮起了红灯 最终 他们在当初结婚许下誓言的教堂里 被牧师宣告了离婚 杰克闻讯兴冲冲地飞驰千里 他哼着小曲 难掩内心的喜悦 因为在他看来 恩尼斯离婚对他来说 是个莫大的喜讯 这意味着 他们有可能即将迎来新的未来 恩尼斯会考虑和他永远地生活在一起 然而 他脑中描绘着的美好愿景 却被恩尼斯亲手打碎了 恩尼斯似乎仍未走出现实生活 给他带来的伤痛和挫折 他只是平静地告诉杰克 他这个月需要陪伴孩子 并不能和杰克待在一起 杰克大失所望 只能极力压下心中的失落 独自到车里去 当车子驶过乡间公路 两边金黄的稻田散发着暖意 但却仍然无法温暖杰克冰冷的内心 他最终还是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失忆 将手撑在车床上 眼中滚出偌大的泪滴 失声痛哭起来 或许在此刻 他脑中想到的是自己这些年来 一次又一次的飞蛾扑火 他所求的 无非只适合恩尼斯长相厮守 两个人永永远远地在一起 不再分别 不再过这种胆战心惊 不知下一次见面会是何时的漂泊日子 但是 如此简单朴素的心愿 要实现起来却是那么艰难 世俗的压迫 怪异审视的目光 让他无所适从 而恩尼斯的回避和退缩 更让他为自己的付出感到不值 于是 当车子开过路牌时 杰克无视了德州爱帕所成 65英里的回家之路 而是眼神渐渐平静下来 变得坚定而恳切 他飞速转动方向盘 开向了另一条通往墨西哥城的道路 这表明他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他想抛弃所有身外之物对他的禁锢 他要自己选择人生方向 杰克驱车来到了墨西哥城 这里不同于冷清寂寥的怀而明周 夜里人生鼎沸 仿佛是一个超脱于现实的罪恶都市 杰克表情严肃 审视着街边的人们 最终冷漠地走向了一个陌生男人 男人立刻回忆 浅笑着上前 与他一同消失在了黑夜里 这个不言而喻的情节 其实是导演李安 对杰克这个人物命运结局的一次暗示 犹如鬼魅般跳动闪烁的红色灯光 若有似无地象征着某种不正当欲望的宣泄 与断北山青葱的山脉 反谱归真的飞鸟落日不同 这是被人工赋予的浮华 饮食男女们在此尽情享受欢愉 但却偏离了至真至诚的爱情本质 而是染上了某种罪恶 庸俗的因子 杰克确实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但却殊不知 这也是一条不归路 圣诞节到来了 本应该是家人团聚 静享天伦的温馨场合 却因为孩子应不应该在吃饭时看电视 而起了无谓的争执 杰克面对强势的岳父 第一次做出了反抗 他关闭了被岳父关掉的电视 并用强硬的语气 宣告了自己在家中的主权 这是我家 他是我的儿子 言外之意 他才是这个家庭中父权的掌控者 这个看似离经叛道的行为 实际上暗喻着杰克 不再顺从于社会传统的规训 而是彻底激发出了自身的反抗精神 将要勇敢地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与爱情 另一边 恩尼斯则在圣诞这一天 出现在了阿尔玛重组的温馨家庭中 原来在与恩尼斯离婚后 阿尔玛便与超市老板门罗结婚了 与曾经凌乱失去的小家天差地别 阿尔玛现在的家庭温馨而整洁 灯光昏黄温暖 映照在每个人脸上 门罗更是对阿尔玛关怀备至 很显然 离婚后的阿尔玛终于得到了 他应得的关心 责任和爱情 而作为外来者的恩尼斯 在聚会上明显显得格格不入 尽管他揭力表现得落落大方 不让自己在两个女儿面前显得落魄和难堪 但这一切终究只是强颜欢笑 饭后洗手吃鞭 他的脆弱伪装 还是无情地被阿尔玛戳破了 阿尔玛试探地问起了恩尼斯 最近是否还和杰克去钓鱼 恩尼斯听到这话有些心虚 只是低垂下头 含糊不清地说自己不常去了 他殊不知 其实这些年 他与杰克交往的种种 早就被阿尔玛洞察一清 看着还在说谎和掩饰的恩尼斯 阿尔玛多年来的委屈和愤怒 一下子爆发了出来 他道出 自己其实早就知道了恩尼斯 和杰克肮脏关系的事实 更是戳破了两人多年来所谓的钓鱼游戏 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 甚至至今鱼杆上的价格标签还挂着 恩尼斯无法忍受被当面戳破真相的羞辱感 他这才发现 原来他自以为是的多年隐忍 接力隐藏的布伦之恋 竟然早就暴露在了青天白日之下 他大声发泄着自己的愤怒 想让阿尔玛闭嘴 但冲突却愈演愈烈 几乎到了不可收场的地步 两人在扭打中不花而散 恩尼斯只能在孩子们一问的目光中落晃而逃 就好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恩尼斯郁闷地来到一家酒吧门口 明明是欢乐的圣诞夜 但他却又成了孤身一人 面对骂骂咧咧的路人 他终于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 用力挥起了拳头 但生活的搓磨 似乎已经让他失去了力气 他只能被人按在地上暴揍 就像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和流浪汉 被揍得鼻青脸肿 岁月流转 时光飞逝 杰克和恩尼斯也被时间印刻上了鲜明的痕迹 他们有了啤酒度 也蓄起了胡子 就像两个年过半百的中年男人一样 不再如年轻时那么意气风发了 但是这些漫长流失的时间 对于他们来说又好像还在原地踏步 他们仍然是一人一马 穿梭在清澈的湖海群山间 仿佛永远也走不出当年的异于小小的山野 两人抱怨起了各自的生活 柴米油盐那些事让杰克觉得庸俗不已 他已经受够了每日这么枯燥的生活 恩尼斯也随即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他总感觉 这些年无论走在哪里 都有一样的眼光在注视着他 似乎已经看破了他 是个不容于世的怪胎 杰克见状再次提议 他们可以离开这里 另外找个地方定居 比如德州 但依旧被恩尼斯嘲讽似的否定了 杰克这次没有再做过多的争辩 他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 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耐心 他不愿再做无望的幻想 也不对恩尼斯抱有任何希望 恩尼斯意外解释了一个名叫卡西的女人 卡西热情奔放 主动邀请恩尼斯到舞池跳舞 恩尼斯干涸已久的机型 似乎被一下子点燃了 他们快速地投入了一段亲密关系当中 而另一边 杰克的人生也面临着新的选择 在一次参加聚会时 杰克结识了邻居兰德尔 两人的眼神在各自妻子的抱怨中 无声地交汇 或许是同类相惜 他们一瞬间就确认了对方的身份 夜晚 无人来去的餐厅门口 他们并肩坐在长椅上交谈了起来 从抱怨和吐槽彼此的妻子 再到最后 终于忍不住开始试探对方 兰德尔刻意提起朋友罗伊 在肯普湖附近有一间渔屋和一叶偏周 可以供他随时使用 说到此处 他略在深意地看向了身边的杰克 邀请杰克 周末抽空可以随他一起去休闲玩乐 杰克明显也读懂了他话语中的含义 眼眸滴滴垂下 一脸不置可否 转眼 已经长大的小阿尔玛来找恩尼斯 与卡西撞了个照面 短暂的交谈中 阿尔玛一针见血地指出 自己的父亲不是那种适合结婚的人 卡西文言若有所思 脸上透出了落寞和担忧 这些时日和恩尼斯的相处 不可谓不愉悦 但他似乎也隐隐察觉到了 眼前这个男人另怀心事 恐怕无法给他一个明确的未来 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小阿尔玛 在车上向父亲提出了请求 他不想再和母亲和继父一起生活 他渴望和恩尼斯一起居住 比起母亲阿尔玛的掌控欲 他或许更适合恩尼斯这里 自由自在的生活 但恩尼斯却眼神闪躲 他知道自己如今的生活正深陷泥沼 根本无法给女儿提供物质上的保障 于是只能忍痛拒绝了 夕阳落下后的断背山 不似白日那么令人心旷神疑 晦暗的天际 反而带给人一种阴郁惨淡的视觉感受 仿佛暗示着他们这段感情 就像黄昏后的山景一样 已经走向迟暮 恩尼斯和杰克坐在河边喝着酒 又聊起了各自的感情生活 当恩尼斯笑着说完了最近的恋情后 杰克表示自己和妻子洛琳 现在只有电话联系了 而他也勾搭上了邻居的老婆 然而他闪烁的眼神 艰难的语气 却让观众瞬间就可以猜测出 其实他说谎了 他勾搭的并不是邻居的老婆 而是当时在餐厅外面会面的农场主 兰德尔 他答应了兰德尔的邀请 两人应该已经去过了 坎普湖边的小渔屋 恩尼斯并未察觉到杰克的背叛 反而还笑着调侃起了杰克 杰克却在他调笑的语气中 慢慢变得严肃起来 被火光照亮的清澈眼眸中 闪烁出一丝难掩的悲痛 他直言 他有时候很想恩尼斯 想得心痛 恩尼斯文言只能默默地埋下了头 其实他又何尝不思念杰克呢 只是现实让他无法往前迈进一步 注定只能和自己挚爱之人擦肩而过 抱憾终身 第二天一早 仿佛是预感到了 这次分别将会是永别 两人之间的气氛 格外地沉默和压抑 杰克表现的消沉又无奈 恩尼斯看到他的样子 只能犹豫地说出了两人的下一次相聚 恐怕要延迟到11月了 这句话在刹那间点燃了杰克心中愤恨的火苗 他无法再忍受一次次无望的等待 于是愤怒地将多年来的痛苦和怨恨 统统发泄了出来 恩尼斯极力安抚着他的脾气 想与过去两人的欢乐记忆来打消杰克的不满 但日积月累的绝望却是根深蒂固的 杰克绝望地说 他们开心的日子实在太短了 恩尼斯似乎也对杰克的态度感到不满 他大声抱怨着自己所面临的生活困境 这些困苦的琐事是杰克根本无法理解的 两人的争吵愈演愈烈 杰克在恩尼斯的质问下 承认了自己曾经前往墨西哥城寻找服务的事实 两人都不再年轻 皱纹早已如错综复杂的余文爬上了他们的眼角 恩尼斯被杰克的话刺激了神经 竟口出恶言开始威胁杰克 多年来 始终营绕在两人心头的誓言 愧疚 恐惧 委屈 怨怼 此时此刻都化作了历次 毫不留情地扎向了对方早已千疮百孔的内心 杰克彻底爆发了 他痛苦地质问恩尼斯 为何事到如今 他们所拥有的仅仅是身后这座该死的段贝山 他多想挣脱恩尼斯对他感情上的禁锢 但始终只是徒劳无功 恩尼斯在杰克的生生质寻中落下了眼泪 他终于无法再继续隐忍了 他埋怨自己如今一无是处的生活 皆是被杰克所害 只因少年时期那次在营地里的温暖相拥 让他沉沦其中无法自拔 终其一生都无法挣脱这个漫长的梦念 恩尼斯质问杰克 既然如此心痛 何不弃他而去 但这样的反问其实毫无意义 他们彼此内心早就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那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 但正是相爱成了他们最大的原罪 杰克还是无法眼睁睁地看着恩尼斯落泪 他走上前重重拥住了他 两人相拥而起 而这时时光回溯 曾经的断别山记忆又一次清晰而来 让他们无处可逃 年轻的恩尼斯看到杰克站着睡着了 便走到他身后 极尽温柔前全地从后把他拥入了怀中 马尔在旁甩着尾巴 见证着这静谧美好的一幕 那是多么好的时候 他们意气风发 两个孤独的灵魂在天高水长中彼此接近 纠缠 但如今 生活磨去了他们的棱角 让他们变得沧桑不堪 能留下的 确实也只剩下了身后这座永恒的断背山 恩尼斯在餐厅吃饭时 遇到了已步入新恋情的卡西 卡西落泪直言 自己看不懂恩尼斯 随即愤然离去了 恩尼斯看着离开的卡西 眼神落寞 他支离破碎的生活 早已无法让他再进入新的一段感情 他与杰克注定要彼此纠葛一生 恶毫很快来临 恩尼斯收到了一封被退回的信件 是他前不久寄给杰克的信 他邀约杰克11月份见面 但此时的信件上 却鲜明地刻着印章 收见人已故 恩尼斯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打电话给了洛林 从洛林嘴里正式确认了杰克死亡的消息 洛林的口吻礼貌而又疏离 他告诉恩尼斯 杰克是死于一场事故 他正在为轮胎打气时 被击中了门面 失血过多而死 但此时 电话那头的恩尼斯脑海中 却浮现出了另一番场景 杰克被人殴打至血肉模糊 这个场景与恩尼斯童年目睹的那场噩梦 简直如出一辙 让恩尼斯坚信 是同性恋的关系 害死了杰克 洛林意味深长地提起了杰克的遗愿 是把自己的一半骨灰 撒在段贝山上 因为段贝山在杰克的诉说中 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所在 他的言语中似乎透露出 他对恩尼斯与杰克关系的猜测 恩尼斯这次终于没有回避 而是直接回应了洛林的疑惑 他告诉洛林 自己和杰克曾在1963年的夏季 一起在段贝山上牧养 但那段最为美好的轻松岁月 随着杰克的逝去 最终也只是成为了一场 如梦似幻的追忆 恩尼斯来到了杰克的家乡 见到了他口中常常提起的父母 杰克的父亲 果然如杰克生前所言 是一个强势冷漠又不尽人情的人 他显然对自己儿子是同性恋者的事情 感到不屑和厌恶 他告诉恩尼斯 杰克曾经对他说起过 终有一天会和恩尼斯一起回到这里 共同经营农场 但今年春天 杰克带回的却是另一个男人 两人一起盖了房子 尝试经营农场 但最终 他的所有美梦还是无稽而终了 不言而喻 杰克带回来的那个男人 就是兰德尔 杰克最终还是选择勇敢地反抗了世俗的目光 对自己的人生做出了选择 哪怕最后仍然落得了一个惨死的下场 杰克父亲在这里所说的话 似乎也印证了恩尼斯之前 关于杰克之死的怀疑 或许杰克就是死于非命 因为他的同性恋者身份 是永远不会被这个冷漠无情的社会所接受的 恩尼斯在杰克母亲的带领下上了楼 他在狭小闭塞的小屋里 好像穿越了时空般 与童年时期的杰克有了灵魂和精神上的交流 他悲伤地坐在窗口 眺望着远方 而回过头 就看到了杰克沉浸于黑暗阴影中的衣柜 他走上前 伸出手 细致地触摸和婆娑杰克留下的每一件遗物 最终 在衣柜旁隐秘的凹陷处 发现了藏在那里的两件衬衣 正是他和杰克在断背山牧羊时所穿的衣服 因为他们临别时的扭打 上面还沾染上了刺目的血迹 两件衬衣交叠悬挂着 杰克的蓝色牛仔衬衣牢牢包裹着里面恩尼斯的衣服 仿佛肌肤相贴板 道出了杰克一生未改的爱意 他始终默默深爱着恩尼斯 哪怕一次次飞蛾扑火 又一次次失望也在所不惜 即使他的肉体此刻雨灭 但他充满爱意的灵魂 将永远像这件衬衣一样 守护和凝望着恩尼斯 直至两人的灵魂寂灭 恩尼斯颤抖着将衬衣拥入了怀中 好似想要再用力拥抱一次此生的挚爱 可是他能抱到的却只剩下了空气 以及内心无尽的遗憾 最后恩尼斯只带走了这两件衬衣 他此刻才真正有了勇气 去直面这份深藏于心的纠葛爱恋 杰克的父亲依然神经冷漠 他用强硬冰冷的语气告诉恩尼斯 杰克的骨灰不可能葬在断贝山 他必须葬在家里的墓园里 这句话是对杰克命运的一次终极概括 从头至尾 他都无法为自己的人生做主 只能被迫接受着外界对他的安排 哪怕到死 自己想要葬在何处 时光匆匆而逝 小阿尔玛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他来到恩尼斯的住处 却发现父亲一直都住在房车里 过着一如既往清平简单的日子 好像自从杰克去世 他的日子就停留原地 迟步不前了 小阿尔玛告诉恩尼斯 自己即将和所爱之恩结婚 并邀请父亲来参加自己的婚礼 恩尼斯反问女儿 对方是否真的爱他 小阿尔玛笑着坚定告诉父亲 他们是真爱 女儿勇敢追求爱情的样子 令恩尼斯不由得未知动容 在小阿尔玛的身上 他或许看到了曾经那个怯懦的自己 因为恐惧和退缩 使他遗憾的永世所爱 在小阿尔玛恳切的眼神中 恩尼斯终于松了口 他同意出席女儿的婚礼 并给予女儿最深切的祝福 在这一刻 恩尼斯的内心好像被某种东西击中了 他放下了内心深处挣扎的执念 杰克通过死亡的方式 终于让他一生期待的改变 发生在了眼前这个可怜的男人身上 只是一切都为时已晚 小阿尔玛走后 恩尼斯迈着迟缓的步伐 走到了衣柜前 这个早已不再年轻 甚至有些显出老态的男人 轻轻打开了衣柜 衣柜的门板上悬挂着 他与杰克的衬衣 一如既往 只是这一次 他将杰克的衬衣包裹进了自己衬衣的怀里 好像这样 就如同他拥抱着杰克一般 静静地守护着他 恩尼斯眼中含着热泪 看向衬衣 轻轻呢喃着许下了自己的诺言 说出这句话 用了恩尼斯将近一生的时间 而此刻 私人已逝 他终于不再犹豫 也不再退缩 发誓要用余声来履行这个 已经无法兑现的诺言 熟悉的吉他声再度响起 越来越响 好像一瞬间又回到了影片的开头 那个天色晴朗的夏日 清风拂面 段贝山孤绝而归立的风景映入眼帘 大自然的呼唤 带来了一段旷日持久 又令人难以忘怀的深沉爱恋 影片到此戛然而止 给观众留下了说不尽的爱伤 但在这抹淡淡的爱伤中 却又酝酿着无限的人生旷位 有人说 段贝山就是一部讲述同性之爱的影片 但或许并没有那么简单 李安曾在谈论起这部电影时 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名言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段贝山 那是一个永远也无法抵达的梦 导演想要表达的 不仅仅是关于无法见光的隐秘恋情 更是关于那些我们深藏不露的感情 那些被时代 被社会 被我们自己的恐惧 所埋葬的真实自我 我们多少次 在生活的洪流中迷失方向 多少次在世俗的眼光下放弃追求 我们害怕被误解 害怕孤独 害怕失去 所以选择了安全的沉默 却不知 沉默本身就是最深的遗憾